你们的人生已经到达新的一战 亲爱的人们,来自宇宙的我们,想帮助你们示意你们的新存在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已经得到疗愈 或者,你会遇到某个或某些让你感到兴奋的人 不一定是浪漫的,有可能是在群体的接触中 曾经令人感到不舒服或不对劲的事情,如今可能变得令人兴奋 或者,那些曾经被你否定的人,可能会变得不仅仅是熟人而已 你们的新世界会让你们天翻地覆,这个成语现在有很多层含义 你们可能会接受那些你们曾经忽视的人,而忽略那些你们曾经尊敬的人 你们的互动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外部导向的应该或想要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将生活在贫困之中,也不意味着你们将变得富有 相反,你们将在收入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创造恰当的处境给自己 你们在社交方面的条条框框,已经被剥离 留下新的你们去自由地探索你们想探索的东西 如果这种探索需要财务方面的贴补,你们将很容易创造出这些资金 如果这种探索需要新的互动,你们将轻易地发现这些组件 你们此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你们有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一个看起来没那么有趣,或者没那么激动人心的角色 也可能是一个,你们以前从未相信自己能胜任的角色 曾经深藏于里的东西,现在表露无遗 曾经被隐藏的东西,将被展示出来 而你们的新存在所需要的东西,将由你们创造出来,不费吹灰之力 你正式成为新世界中的一名新存友 这是你数月深知数年来,一直渴望并努力实现的目标 再也不用为了成为一个全新的你,而去攀登更多的大山 再也不用从山坡上翻滚下来,你已经到站 即使你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此时此刻,你们可能会想知道你们的下一步行动,或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什么 你们在那里了,你们已经到达了 你们的角色已经从为了某个目标而努力,转向用你们所有的创造性能力,去接受你们的新存在 这句话是否意味着你们的世界将自动变得令人愉悦 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话,或者,这是否意味着你们的适应期将是痛苦的,或令人筋疲力尽的 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话,你们是你们自己的导师,大师和领导者 你们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这些,这就是你们必须关心的一切,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达到你们今日所在之境地的必要工作 你们中的一些人,将重拾三维的需求和愿望,但收效甚微 而你们中的其他人,则会拿回自己那块,崭新的书写新开端的空白石板,并创造出真正的自己,而不是继续在做某一个三维中人 如果你们在阅读这篇信息时的第一个念头,是你们想创造数十亿美元,那么请你们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你们想在你们的新世界中创造,还是因为那是一个从未实现的三维目标 你们是一个新世界中的新村友,所以你们的梦想和目标也将是新的 擦除掉你们的三维石板上的内容,开始梦想,思考,相信和创造那些在当下能满足你们的东西 不是永远,也不是将来,而是当下 这个梦想,这个创造物,可以简单到,比如说,一个美丽的花园,也可以复杂到像在时间中旅行 这都不要紧,因为你当前的梦想将满足新的你,和你的世界挂坛的支线 你们需要什么或想要什么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方向 没有必要去挨到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因为你们已经在过去的几周里挨到了那些 通过这样做,你们决定了去继续维持还是去断开连结 没有必要为你们的决定辩护,因为你们身处一个有着新需求的新世界 这些需求只有你们自己才能满足 如果你们不推动战争结束,或其他政治议程的结束,也许你们会感到内疚 这种内疚感仅仅是三维的后遗症,就像有些梦会在你们醒来后,让你们感到困惑一样 那些罪恶感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你们没有时间,精力或兴趣去沉溺在过去的事物中 你们是一个新世界中的新村友,有着新的兴趣和互动 过去的已经不复存在 你们正在创造此时此刻的一切 必是如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